16号针对民进党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的罢免案最终高门槛通过 王浩宇成为台湾地区首个被罢免的县市议员 这场罢免案可以说是打得异常的艰辛 首先需要五倍于王浩宇当选的票数才能通过 比罢免县市长的票数还要高 其次霸王屡遭四面八方的掣肘 特别在罢免案投票间隙 桃园还爆出了新冠病毒本土案例 确实让不少人心生畏惧 从而降低整体的投票率 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王浩宇罢免案却是顺利通过 罢免案通过者被罢免人王浩宇 因此公告之日起解除职务 自解除职务之日起 四年内不得为同意公职人员候选人 外界也纷纷认为王浩宇被罢免 对于民进党来说失去的则不只是一位市议员 而是整体气势的颓迷 王浩宇被罢免不只将是蓝营重振的开端 也是民进党走下坡的起点 王浩宇罢免案也被国民党定位为 反萊猪第一站 对于王浩宇罢免案通过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 民进党当局不应再低估民众的力量 民进党应该收回开放萊猪的错误政策 并为荒腔走板的施政道歉 今天行动只是民意反扑的第一强 民意的愤怒不会就此终止 国民党桃园市党部主委邱毅盛也宣称 霸王成功是反萊猪骨牌效应的第一张牌 岛内舆认为 民进党2020再度施政之后更加猖狂 关中天进口萊猪搞大内宣 官员如丁允公者之流胡作非为 丁一名者之流信口词谎 苏贞昌 陈时中 陈吉仲等官员 在台立法机构大辣辣的不把名义当回事 而蔡英文似乎沉醉在他所谓的外事成就里 这些把戏只能够骗骗自己 未来恐怕连选票也骗不到了 民进党该小心了 去年罢免韩国瑜通过时 民进党说对高雄市民最新民意尊重与敬意 同样是罢免案 昨天王浩宇罢免通过之后 民进党的声明却变成了 遗憾国民党动员造成政治对立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称 民进党当局双重标准或许能逞一时口舌之快 但是前后不一致的言论 选民可都看在眼里 都是在为下一次选举 增添讨厌民进党的拆货 如同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嘉日前在脸书所言 台湾民众善良 但是也没有那么傻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和舆论相关报道的梳理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王浩宇的罢免案通过 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李哲华表示 在罢免王浩宇之后 下一个目标就是2月6号面临罢免投票的 无党籍高雄市议员黄杰 由于一位置数字党主席 勁地提供